房屋老旧获到了一定的屋灵 门窗、框角均裂是常有的事 却常困扰着屋主 目前在高雄展览馆展出的 2022高雄国际建材大展 由江城实业社所研发的 顾多多窗角结构避免防裂原件 透过分散力量减少破坏力的原力 以四两拨千斤的产品设计 让脚宇处避免均裂 展现了巧劲甚满力的智慧 这项产品也取得台湾大陆 与日本的发明专利 在建筑展中也获得了 极高的评价与询问的乐度 门窗角就是我们窗户的45度角 这个直角还有门 我们门的上框的45度角都会裂 也都会裂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因为有些裂痕之后造成说 连久了之后它会渗漏水的问题 那我们是为了改善整体 这个渗漏水的状况 下去做研发出处理这个问题 专利的孔的设计还有这个皱褶 这个孔的话它是增加这个直角的握破力 让它那个力道更强 那避免被破坏掉 那这个的话皱褶的话 它是在分散那个力量 不会把它集中硬力在这个直角的地方 那造成它裂痕 目前国外市面上有类似这样的设计的吗 目前没有 这个产品出来大概是三流 三流的就没有 因为刚开始主要是 它研发主任本身它是做营造工程 所以它对这个问题的话 它一直在想办法看如何去解决去改善 所以这个产品设计出来之后 它自己本身要先测试试用过 然后再去做SGS的一些抗压抗拉的测试 才敢退去的话 它现在是针对新建案才有效 你救护翻修其实不能用 这个客群的话不管是建商营造工师 或者自治之间的客户 其实都很失望 冲荒脚的烈的问题 那这个操作也很简单 它设计就是 全部都弄好之后就两根钉子 钉子钉上去之后再做钢筋板扎 然后再工膜再灌浆 防范的功能就比之前的效果好百分之九十以上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大大改善这个 创创减片的问题 可是这样子会增加这个钢片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吗 为无极为 其实这个在整个营造工程 你说盖房子营造工程里面几乎是为无极为 说实在对整个房子的造价成本并没有影响太大 只是说看就是那市场在目前在推广 那看消费者还有建商跟那个营造商 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 是不是能接受这样子 目前那个他们的那个市场接受度怎么样 目前市场接受是我们目前是属于还在推广当中 因为这是在近几年才出来的东西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在推广 所以托迫这个展览 那推广给大家知道 我们看这个都是固定的就是钢筋板扎列的问题 因为它有左右的那个拉扯的力量造成那个脚裂痕 那目前市面上大概做的方式就是 大一套的45度的那个结层扛扎 或者肤色的纤维嘛 要不然就是防水里面凸净在往前这样子 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去防护它那个小股 我们的市场就是安装完之后 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专利的握脖孔 它还有它的折耳 这个受折的话就是在分散力量 那这个孔的话是增加它的握脖力 让它报复力更好 安装顾多多的优点就是握脖面积增加 然后它的握脖力提升 然后它的抗力性能提高15倍 那结构长度的话提高50% 那门框脚的话它的脚也不易变形 那施工程序的话就可以标准化 那不影响延久的那个钢筋绑扎的方式 那保护力强效它会比较长卷 那预埋装设成本不会很高 那这个符合大众的那个地址 刚提到就是说那地震来的话 它那个那震度也是有可以有一点点效果吗 对 多少有帮助 装设顾多多 施工容易成本低 能够一次解决RC建筑结构门窗 框脚军裂问题 提升建筑品质也是建材研发最好的见证 亚新闻记者陈文平 高雄采访报导